生理期的驚血往往被古人视为不洁和不祥的东西 毕竟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说 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人可以一直流血而不死 男人没有,小孩也没有,唯独父女友 这种生理上的未知逐渐就形成对月经的恐惧 认为人们碰上它就会带来不祥 所以古人为之设置了种种禁忌 古代的女性在月经期间一般只能待在自己的屋里 1912年的时候,一个法国人发明了物美价廉 制作简单又可以供大批量生产的新型的短纤维 也就我们通俗说的人造棉 人造棉的出现启发了天天和雪打交道的护士 他们用绷带和人造棉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弃式卫生巾 那么在抛弃式卫生巾发明之前的古人 是怎么解决他们的生理期问题的呢 公元前1550年的古埃及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 当时的女性会把纸杀草烧成草木灰装在小布条里 利用草木灰的吸水性充当卫生巾 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之一 更为贫穷或者是原始的古人 只能借用动物的羽毛毛皮甚至是树叶干树皮等等来解决生理期的问题 中国的古代 妇女也会把草木灰或者是破布 丝麻等吸水性比较好的材料装到小布条中 朗头用细神剂在腰间充当卫生巾 等到造纸树发明之后 比较有闲的权贵阶层 曾经尝试用草纸替代草木灰作为卫生巾的填充物 不过由于纸杖很昂贵 这样的方式并不普遍 到了宋末明初的时候 由印度传来的棉花 开始在长江中下游流于大量的种植 这种早年仅是权贵阶层才能接住到的舶来品 终于被老百姓们所使用了 其中自然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月世袋 最早的月世袋出土于一位南宋贵妇的墓中 这个贵妇的月世袋由丝绸布料缝制而成 两边有袋子可以系在腰间 等到棉花在中国开始普及了之后 里面三有棉花的月世袋就成为了古代女性解决生理系问题的最好搭档 直到抛弃性卫生金传入中国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